本影片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是文化未接 文化未接有什么形成的因素 而文化歧视的现象是什么 那如何去摆除文化歧视的现象 然后呢再会告诉各位同学 不同文化在面对的时候 应该有什么样正确的态度 什么叫文化未接呢 文化未接有可称为文化等级 是指社会大众对文化进行高低优劣的排序 而用来评断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体的价值或行为 那么文化这样的未接概念呢 是建立在一个所谓的二元对立的认知结构上面 也就是区分我族他族 高低不同 进步落后高雅低俗这样的一个概念 在团体过程中的竞争呢 必须会有他者或者所谓的输者的存在 那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呢 他的生活方式容易被当作是较精致较主流 而其他的生活方式则会被视为非主流 甚至是较为低俗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文化未接是一种人为的 那么文化未接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文化未接会因为政治因素而议题而产生 例如说文化未接的产生多数都是有人为所造成的 通常是社会中掌握有权力或者具有资源的人所决定 所以你去观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会发现原本处于较高地位的文化呢 他不太会一直都拥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 而原本属于较低层的文化呢 也有可能社会风气 政治的改革 重新呢在这个社会中有新的文化未接 例如过去客家语跟原住民族语都不太受到重视 但是现在呢政府基地的推动也成为属若游的学习之一 这就是一种文化未接的一种转变形成 第二种会因为经济因素的议题 因为贫富的差距呢常常会导致文化未接的现象存在 所以如果呢可以把贫富差距缩小 这种因为经济因素造成的文化未接问题就可以逐渐缩小 例如富有的家庭小孩所受到的刺激文化越多 例如可以学昂贵的小提琴 念双语多语学校 那这种都是一种经济不均等 经济不平等的因素所造成的结果 相同的这也是一种所谓文化资本的累积跟传承 那什么叫做文化资本呢 刚刚提到文化资本其实是布迪尔这个人所提出的 布迪尔认为呢人们由自身的活动呢 常常会形成无形或有形的标示 标示出一个社会的阶级 那这样的一个标示就成为了一种印记 这样的印记会跟着每一个人 让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行动和社会地位是怎么样的呼应 那么人们生活目的就是在对于资本的危机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资本累积自己的社会地位 所以说呢布迪尔认为呢 这样的一个资本累积显示出个人的身份 社会阶级 他把这样的资本分成四类 有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 以及社会资本 还有象征资本 经济资本指的是呢 例如土地设备收入等 这种所谓跟生产要素 经济财务所组成的一个资本内容 另外呢 文化资本呢 指的就是呢 价值体系 知识行为能力 这种从学校系统 或者家庭系统传承出来的 例如说 生活方式 品尝高级酒品 跟说话方式 贵族的说话语气 跟说话模式 那另外呢 布迪二呢 还有提出所谓的社会资本 指的是呢 一个人或团体所拥有的社会总关系 例如呢 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联谊 这样的一个社会联络 连接网络 最后一种 布迪二所提出的是 象征资本 指的是呢 牵涉到社会声望 以及受到人们认可的一套规矩制度 例如常常社会中 就会有所谓的VIP服务 特别的一个待遇处境 或者说 我们去坐飞机 你可以看到头等舱 所谓的黄席舱 这样的一种内容 第三呢 社会因素呢 也会造成文化位阶的形成 那社会的主流价值 常常会压制着非主流价值 使得非主流价值 文化处在边缘 而是不受重视 或者遭到错误的理解 那这是因为 他们掌握资源较少 那所处的文化位阶较低 在这个时候 就要透过大众传播的一个因素 来解决这样的一个 社会主流价值 所造的压抑问题 例如 西方国家呢 对于有色人种的间接歧视 或者因为恐怖攻击 而对于所谓的伊斯兰教 有不当的理解 与错误的观念 再来指的是文化歧视线上 文化歧视指的是说呢 人们对于文化抱持评价的态度 那或认为某些文化是属于较低 较差 而且呢 对于特定的文化 采取贬义梳理排斥 甚至有所谓偏见的态度存在 这个时候 其实这种的观念跟这种现象 都是来自于文化的位阶 所以我们可以说 文化的位阶会造成文化的歧视 文化歧视的现象 常常会造成所谓的 我中心主义的产生 我中心主义指的是 个人在思考上的一种倾向 这样的一种立场的人 会将自己的生活方式 文化信念价值观 试作是唯一正常合理的形式 并使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判断他人的行为标准 例如我国的猪血糕被评为全世界最恶心的食物 这就是其他国家的人口用他们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 就是文化信念价值观 哪一套在我们台湾的饮食文化当作一个判断行为标准 然而文化歧视的现象还有受到所谓的文明进化论的影响 达尔文在十九世纪持出了物种进化论的观点 强调物进天则是者生存 这样的一个观点也被用在文化人类的一个讨论上 那认为呢文化呢也分为所谓的未开化跟开化的阶段 然后认为高度进化开化的人需要去处理开导未进化的文化 给予更好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我们在一片泰山中 或者在现实生活中 澳洲的童话政策都有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 文化歧视现象另外还有可能是有所谓的种族主义 这个种族主义是从我族中心主义在人生进行的 也就是透过不可以改变的身体特征 例如血统肤色来决定他们的社会阶级及文化属性 然后呢再进出所谓的文化排除 甚至会做出所谓的种族进化的一个动作 也就好比说德国在希特勒统治时期 后来对于犹太人做的一个所谓的种族进化行为 这就是一种种族主义现象 那么呢要怎么样排除文化歧视的状况发生 其实也有所谓的文化相对论的概念 文化相对论指的是说 各种文化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只有每一个文化对它所属的属体之中是有价值的 强调文化的判断是取决于该文化的本身标准 而不是用自身的文化或者放租四海皆准的仪归 反而是使用所谓的同理心来判断事物的状态 另外还有所谓的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多元主义呢指的是说呢 所有的文化都应平等 而且都有权利与他人不同的状况 并重视文化之间的不同性和多元性 例如我国宪法之修条文第十条第十一项 里面有写到国家肯定多元文化 并应该积极为无法展援助民主的影言文化 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文化多元主义概念 那面对不同文化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其实在生活中有许多多元的角度观点 我们都不能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别人的行为跟习惯 要以相同尊重的心理 秉持着理解心情并开放 以及持有多元的观念 怀抱着宽广的心胸跟序眼 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价值单一的问题 例如澳洲每年3月21日的民族和谐日 就是跟所谓联合国每年取消种族歧视的国际日为同一天 这都是为了要解决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有歧义 那采取包容多元开放的态度面对 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见啰